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说我们在此相见并非巧合,但您也和他们一样,是为杀死在下而来吗? 对了对了,虽然这样突然提问显得非常奇怪,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未卜先知吗? 没什么,只是忽然想到了,天机不可泄露这种说法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分析,即使再明显不过的真理,人类也同样无法认知 这就是占卜的局限,而所谓预知,它的确权之权能,却要以命中注定作为前提 命中注定,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吧 是啊,如果命运的丝线会导向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么成为神明的提线木偶 一定是一个令人趋之若鹜的选择 哎呀呀,所谓寻梦,还真是一种绝望而徒劳的驱动呢 你似乎坏里有话呀 我可没有说你似时间晶体是这当中的任何一种哦 是啊 现在的天会之隐,也远远称不上全职全能嘛 不过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位哲人说 世界本没有自己的方向 是人们听凭心意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世界往何处去 与此相对,另一位哲人则反驳道 世界的矛盾就在那里 它既不可能因人们的心意而诞生 也不可能因人们的心意而消亡 所以,如果想要改变世界 重要的并不是人们内心的想法 而是人们每天赖以为生的手段 那么,你说的这个故事,它的结局又如何呢? 嗯? 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吗? 你的答案,难道,不可以是这个故事的答案吗? 你,没有经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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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我们社会来死和杜益 我一直在活动 你...,我没有经历过来 我到我一次在和他学校联系 还有一件事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追着你们不放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就算他找上门来 恐怕我也无话可说 只能把你们交出去了 不会吧 田学姐 不妨换个思路 假如我就是他 一觉醒来 由自己创造并维系的世界 突然间异变从生 在缺席那些 和自己一同创造世界的同伴 并无异状之后 唯一的变量 就是几位形迹可疑的外来者 并无异状 不是还发现了一具尸体吗 所以我们才会显得更可疑吧 不过 这明明应该是 很容易解开的误会 它会不会也太 呃 太降了一点 我原本想找个 更加温和的形容词 从利托斯特身上的例子来看 这种固执程度 该说它果然是一位树吗 执着于打死别人 怕不是有什么大病 还是说 无论能否应用来自影子的力量 只要拥有树的身份 就很难再被称为正常人了 好吧 凡事总有例外 倒也未必都是坏事 或许一百多年前 树这个名字 代表了以某种方式 征服了影子的人 但如今看来 他们更像是 又于自身道路的人吧 换个角度看 也许我们能反过来 利用这一点 啊 说到这个 多尼格尔 快醒醒 怎么 该饭了 回顾大家的经历 反过来利用 数所代表的手段 似乎也只有多尼格尔 做到过 那又怎么了 反正你们也学不来 我和利托斯特那是什么关 你们哪有我这样的本事 哦 我现在的确想开饭了 不如就地找点食材吧 也不用这么逗他吧 按照松雀的说法 完全不使用术的能力 却也拥有 与其近似的力量 即使在那些人当中 灯也称得上独一无二 把力量换成身份 我倒是还有一个人选 啊 松雀 你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吧 又于自身道路 成为欺瞒之术 会意味着 你不得不去骗人吗 那 那哪能呢 咱这人最大的优点 可就是老实呀 反正 说的本事 咱当然也信手拈来 但 按照师父的教导 总得等到实际才能出手 不错 谎言若是用之得当 别说克敌取吏 就连回天转日也不在话下 可但凡用上一次 咱也就要像利托斯特 说他的那样 自此不得不一谎圆谎 最终半句实话也说不得 反正 师父当时 就是这么说的 不到万不得已 术的力量 咱可一次都不能动用 嗯 就线边来说 算是水平很高了 哎呀 反正我绝无二心就是 不信 咱摆个靶子好了 不过 比起从历史书上 片面接触到的形象 现在看来 术与其说是超凡出世的先驱 反倒更像是一些病人 啊 我没有什么贬损的意思 你是说 不论原因为何 这都是他们代替 众人支付的某种代价 的确 如果没有他们 或许大家都不会拥有 和平安定的生活 嗯 说不定在那个 只是感到恐惧 就会有生命危险的时代 成为病人 就是抗争的唯一手段 所谓极其七数 才能拯救世界 这更像是 将种种有缺陷的能力 相互结合 以达成所谓完整的状态 术丘依赖影子 欧夏依赖根源物质 比起过去与未来的两个时代 我们更像是发展方向不同的两个世界 面对世界存续的课题 狼秋的解答叫做七数 而欧夏的解答叫做数据研究所 既然如此 面对由他们带来的问题 我们也理应能找到一些 更温和的欧夏解法 先跟我来吧 陈学姐 我们这是 从理性角度而言 我并不相信一个人 能仅仅平静肉身 对抗影子的规则 但如果的确有这种事 还记得 除了我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不会吧 他竟然能追到这儿来 和多尼格尔类似 也是借助数的力量完成偷渡 这么一想 却还真够扣门 之前 他明明也能办到类似的事吧 诶 俗话说 树叶有专攻 倒也不尽然 比如小瑟拉 或者斯里姆小姐 他们应该都很难离开自己的领地 呃 你们现在去讨论这些 是不是太偏题了 陈学姐 在被他发现之前 我们还来得及疏散民众吗 原来如此 看你们的反应 那位就是登本尊了 嗯 有趣 既然他愿意等待交涉 那我们还有什么事情 不能通过谈判解决呢 德德 要给灯姐盯上 真是跑得哪儿都没辙呀 算了 舍点面子就舍点面子吧 灯姐 这也没什么必要不是 你看 我们压根没反抗过 之前打起来也只有招架之功 哪能有什么坏心思嘛 真要说起来 多尼格尔跑来跑去弄出这么多乱子 其实也是咱们欺数自己的不是 就当咱求你了 就先别为难他们了吧 哦 真的吗 顶 就此人 不争计 就不争计 我 许多 也没有 不争计 就不争计 我 不争计 可能 不争计 你 我 这样更好 宋雀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眼下的乱子 多尼戈尔可搬不到 不是 你看不起谁呢 要不是我这会儿胡落平阳被犬弃 多尼戈尔的所作所为我完全清楚 但与真正的危机相比 这甚至称不上一丝为难 狼秋眼下的异变是以你们而起 这确凿无疑 并且看你们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了解自己身上的力量 算了 有解释的时间 问题早就解决了 我所保留的某些研究成果 我会利用他们 来将那种力量从你们身上剥离 而如果做不到 抱歉 在我的判断里 你们的生命 同样是一种可支付的代价 这还真是有些不近人情啊 不过你是不是要先问过我的意见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是我的地盘 可不想被你们两拨外人 搞得乱七八糟啊 地盘 它是准备像回老师那样 是你的人越界在心 瞧你说的 我可称不上认识他们呢 不过是些自称外星人的 来自数据之海的未知复现物 我正准备按照根源物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将他们带去收监 没成想又遇上了你 别杀我 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不过既然你们还有些恩恩怨怨 对我来说 倒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要别把我的地盘搞乱 你要把他们带去何处 西厅尊便 无意冒犯 怎么冲户 这还真的能行吗 陈雪 沙芙来小姐 萍水相逢 我们也不说客套话 我把他们送回末日之矛 剩下的事则与我完全无关 这样如何 也好 没必要伤及无辜 倒是沙芙来这个名字 许久都没听到有人用他叫我了 谁将那位被你们叫做松阙的家伙 嘴巴不言呢 既然如此 请吧 各位 请千万别挣扎 你们之前不是也试过了吗 反抗可是毫无作用 陈雪姐 虽然这样 欧夏的确不会成为战场 但具体到我们要做的事 好像 不不不不 咱这身子骨可不能再走最后一个了 摔那么一次也就够了吧 好了 你们几个还是凑近点 很抱歉 末日之矛运转的规则 恐怕不允许排队 同样的 她的规则也不允许 一次性让太多旅客通行 你觉得这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看来也没瞒住你嘛 表演得实在太拙劣了 其实 哪怕你说实话 我也不会把你的地盘怎么样 哦 和他们说的不太一样吗 我原本以为 你立刻就要对着我举枪呢 你要是真的要觉得 就不会只带着那么几个机器人来找我了 在这里 我听见了熟悉的语言 看见了熟悉的文字 欧夏 在脱离了影子之后 的确黯然延续到了今天 没错 这才是你没有大闹一场的根本原因吗 身为一位树 对于自己过去的成果 还是没办法太过狠心 这两者之间倒是没什么关系 很遗憾 包括我自己在内 恐怕没有任何一位树真心在乎过这些 被我们留下的部分 归根结底 或许 会被你们铭记下来的树 也不过是些 在无意之间欺失到名的人而已 至于没想过在这里彻底解决纠纷 只是我向来认为 没有任何事能避其功于乙役 而且 除非万不得已 在别人的地盘 我更愿意恪随主辩 欺失到名吗 我倒是没觉得 也许是因为灯组织曾经太过庞大 在几位树之中 关于你的记载最为清晰 未能降服过离恶石像 以人参取得了等同于树的力量 我原本以为这根本不可能 但现在看来 在我的老师外出未归的情况下 你 别说回去这座安和大厦 就连征服整个欧夏 操作起来 大概也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 无论经过了怎样的魔力 如果紧借助人生 似乎也很难形成你如今的作战风格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 倒也没什么想说的 毕竟我的初衷 只是帮他们争取公平对决的时间而已 我相信他们能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 作为一个学者 哪怕接下来的发问会被你视为挑衅 让我自己陷入危险当中 我也还是非问不可 灯 所谓人生的极致 其实根本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吧 和其他树一样 虽然表现不同 你的力量 同样也是在顺应着 灵厄十项规则的前提下 从影子中取得 进一步说 你也同样是 被迫诱于自己道路的人 没错吧 还是落到你受伤了呀 灯姐 对 你落到我手里了 把我头去那边蹲着 哎 灯姐她 没跟过来 要是这样 那刚才的戏不就白眼了 可是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从之前几次 启动末日之矛的经验来看 比起一道能够顺畅通行的门飞 它更像是把使用者 甩到另一个空间的发射器 因此 两次启动的间隔 在量子之海中 就意味着实打实的时空差距 足够用来把灯甩开 哦 你们不叫它量子之海 叫数据之海来着 等等 那岂不是说 陈雪姐一个人在那边 只有那些安保机器人住着 它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说到这个 我有一套早就已经制定好的 非常详尽的葬礼流程 等等等等 你怎么样 要么就不吱声 要么就要给别人准备后事啊 没关系 我倒也很好奇 自己的葬礼会办成什么样子呢 陈雪姐 你没事吧 别说有事了 我甚至还有闲心 套一套那位灯小姐的话呢 虽然没取得什么成果 所以有担心我的功夫 你们还是抓紧寻找有力地形吧 他这会儿 可是也进入末日之矛了 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在 你们此刻停留的位置呢 有力地形 原来如此 看来聪明的克拉利 已经明白我的计划了 在这里解释 难免浪费你们的时间 那边的一切 就暂时交给克拉利来指挥吧 嗯 时间的确不多了 再等赶到之前先动身吧 我们必须先踏一步去图书馆 来了 所以我们是要 算一些规则的空子 反过来利用其他树的力量 嗯 倒也不求去虎吞了 只要能为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事情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可 要是小瑟拉不愿意配合咱们 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啊 那你就要问我们的陈雪姐了 她只留给了我想到这一层的时间 啊 办法的确有 不过 暂时保密 这 我还要准备二十分钟左右 别心急嘛 走这边 不要掉队啊 大家要跟上啊 之前那些被结合的人呢 大家要跟上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绝续,不跑,真的,隐秦,叶和 喂,按这里 抗争接力,来吧 走你 我来搞定,锁定目标 别走神了 出发吧,交给我吧 诶,怪了 人,不在这里吗 这就怪了,其他人也就算了 自从狼秋和欧夏分成两个地界 瑟拉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图书馆呢 就算想去找别人的时候 他也向来懒得用自己的身子 怪不得灯只是没有出现 看来他至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变故 克拉利 还没注意到吗 没有追击我们 这对那个灯来说实在太反常了 但如果瑟拉佩姆根本不在这里 一切就很好解释了 那说明在灯看来 如果我们选择在这里防守 他随时能干掉我们 不需要步步紧逼 如果按这个思路 我们其实应该去回廊那边碰碰运气 嗯 也只有这样了 当然 如果只是把前提从瑟拉佩姆 换成瑟利姆 那作战的主动权 也仍然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最终会具有决定意义的 恐怕还是陈雪 打算保密的那个后手 所以 那究竟是什么呀 嗯 解释起来还蛮复杂 不过没关系 我想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算了 既然陈雪姐这么有把握 那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 现在就去回廊吧 路上咱们也要注意提防啊 西纳迪亚 保证完成任务 一鼓作气 出发 住手 冠军 2013 2010 2012 2013 21 2013 22 2013 24 201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能不能暂时避开 理论上可行 但我不建议各位轻举妄动 倘若各位具有针对影子力量的感知能力 想必就不会有类似的疑问了 但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恐怕我也难以给出定论 无论如何 即使撤退 各位似乎也退无可退 于各位目不能见的黑暗中 选有许多质地难辨的细线 很可能出自那位灯的布置 材料则来自于灯组织 那名为足影所的道具 这次倒是有阻止我们的意思 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 不过 万一碰到那些细线 会有什么后果吗 极大概率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而极小概率下 灯女士或许有兴趣 要请各位一起在上面跳皮筋 这 灯姐应该没有这种爱好吧 难不成 接下来怎么做 真要取决于她的原则了吗 原则 既然她尊重别人的地盘 那么 这至少不应该是某种 会导致玉石俱焚的道具 与其站在这里等她找上来 不如先探探虚实 看看能不能硬创 呃 你这和没有计划又有什么区别 我也没要求你去这么做呀 探虚实而已 有我一个人也就够了 这样也好 我有一项非常周密的赠 哎呀呀 还是别提内茬了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说真的 决姨 您真不考虑赞助我们一个 瞬间移动傻的 成本太高 恕我拒绝 哎呀 这下可如何是好啊 嗯 又怎么了 决姨 细线相失了 哎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啊 不 一点都不好 是啊 这反而意味着 灯本人 岂是就在这附近操控着一切 无论如何 也只能拧着头皮走过去了 好安静啊 难道 这还真是决姨刚才说的 极小概略 得了吧 我倒是宁可相信 她是突发奇想 在帮瑟利姆装饰走廊 东姐真的在这里 设下埋伏了吗 决姨 你刚才是不是搞错了呀 瑟利姆好像不在前面 跑起来了 难道这里 也和刚才的图书馆一样 你们还是自己过去看看吧 跟上了 小颗 我没见到 我看 他在大陆 你怎么就在那里 你怎么就在那里 你怎么在那里 一鼓作气 出发 大家要跟上啊 难道说 所有树都刚好在这时候不见踪影吗 很难说 你的精神状态太正常了 恐怕没办法理解树的行为逻辑 我倒是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不过没关系 说好的二十分钟已经到了 虽说各位几乎落入了被对方瓮中捉鳖的窘境 但也刚好在此时获得了反击的主动权 我猜 你需要让绝在恰当的时机解开多尼格尔的束缚 哎呀 不愧是克拉利 果然才思敏捷 多尼格尔 这么说起来 才意识到吗 不用找了 当我们从欧夏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刻意留在那边了 而他 大概就是那个神秘后手得以成立的关键 还是别卖关子了吧 你们再这么说来说去 灯都忍不住寂寞登场了 其实很简单 因为无论多么难以对付的人 也很难真正去除自己与生俱来的弱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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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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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3 2 好了好了 我替你归零 多尼格尔 雖然方式不太礼貌 但我仍要表示歡迎 歡迎你去往遙遠的過去 我可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給過烏會敷衍的資格 我可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給過烏會敷衍的資格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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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 既然巫会们如此急不可耐 我也只好让家仆先替我清扫这里了 可这种场合又该喊谁来呢 如果是你们曾经的同伴 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毕竟你们都是从同一条缝里钻出来的阔鱼 想来也会更了解对方的弱点 不过我还真是讨厌这种过时的清扫方式啊 没有心意全入梅本令人乏味 很忐忐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露西 是来自欧夏的大学生 哎呀 大学生可不太适合这种堕落的场合呢 还是说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 我 我 看上去不像呢 你身上这件麻袋虽然打理的还行 但未免朴素过头了 把你丢到人堆里 不出十秒钟就找不着了吧 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穷学生 怎么会想到大老远从欧夏跑来我这里呢 啊 其实 我是为了完成课题才 我 我在学校里研究的课题是 关于影灾能源转化的可行性研究 所以 经常在这附近考察 也听说过你的事情 据说 你能掌握影的力量 所以我就 影的力量 我是有呢 然后呢 就是 能不能求你行行好 给我一个见识影的机会 那么 你能给我什么呢 呃 说来惭愧 为了考察 我省吃俭用 已经把存款全都用光了 你觉得我会缺钱吗 啊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 那你 嘿嘿 让你猜我的心思 对你来说是太难了 好吧 让我想想 我记得最近刚好去个打杂的 不如你就留下给我打杂吧 哎 不喜欢干粗活 现在你可没得挑哦 啊 不不不 怎么会 我 我本来也无处可去 竟然还能有机会留在这里 我也无所谓 你留还是不留 只要记得效忠于我 干好自己的活 剩下的 随便你 一定一定 我愿意效忠于你 斯利姆大人 我愿意效忠于你 斯利姆大人 向盛盟员佛 。 。 。 而最有嫌疑的,除了早鲜的几位来宾,恐怕……就是你了吧…… 拜登为孳明的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她……醒过来了…… 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不会就此止步了 新的把戏吗? 还是说他们又来了? 果然 又被雷厄石像找上了吗? 这一次时间这么久? 我破肩?斯卡特? 是啊 的确太久了 阿弗莱,你其实并不怎么适合这一行,是吧? 严肃点,说了多少次了,行动的时候要称呼戴后,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向你形容,正发生在这边街区的大恐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不过,你果然在回避我刚才就此逃离的建议。 既然如此,在动身之前,我还有一些疑问,你为什么要加入灯? 待遇比较好,至少不会失业吧,殉职除外。 得了吧,即使是任务中造成的必要损害,报销经费也总是拖拖拉拉批不下来。 你现在欠下的债务,再给灯多工作两辈子恐怕都还不清。 这个,应该不用太担心吧,只要灯还亮着,这笔账总不至于一直赖在我头上。 然后在那之前,你就东姐姐西姐勉强过日子。 这和黛玉豪可矛盾得很啊。 但至少,我们是在对抗一种不可辩驳的邪恶,对吧? 灵恶时像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具备所谓的正面意义。 一份完全正确的工作,这还不够吗? 一如既往地在避冲就轻啊。 我就直说了吧,你,想要改变世界,对吗? 在灯档中,无论你还是我,都平平无期,可以被轻易替代。 这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抱怨的。 但偏偏,比起真正的普通人,你又拥有那么一点才能。 那也没有吧。 也不是在夸你,不如说,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此。 我始终觉得,拥有的才能并不足够,要比完全没有才能痛苦得多。 它让你不甘心于自己的拥长,觉得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才能, 哪怕只能做出一点点的不同, 只要妥善办好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 就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微小而又切实的改变,通过自己的双手。 斯凯德,你该不会是在借机敞开心扉吧? 虽说不是什么固定大道,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任务中遇到了。 你觉得我会有那么天真? 因为归根结底,我和你是一样的人。 只知道低头走路,不知道抬头看天。 你,还是少乱猜了吧。 就算我真和你说的一样,我究竟要改变些什么呢? 这就是你和我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我拥有具体的敌人,在知晓灯的本质之后, 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彻底改变他, 但我仍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 也是因此,我才会来到这里, 欺骗一些本会死在这里的人, 让他们成为组织的叛徒,套之夭夭。 你说什么? 算了,这样说下去你只会越来越困惑, 距离战国出来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再带你走一段路吧, 虽然我知道劝你离开根本不可能, 但,总归是想试试看。 哦, 那就是一百年前的他吗? 看起来很... 所以,我们这边的计划也算进行得相当顺利? 嗯, 实际正好, 既然暂时见不到其他树, 那么唯一的手段, 就是利用他自己的道路了。 虽然只是猜想, 但他的力量, 来源应该也和其他树一样, 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差异, 也就是说, 他也一定和利托斯特一样, 拥有某种不得不遵从的规则。 原来如此, 我们只有弄清楚这一点, 面对他的时候, 才不至于那么被动。 嗯, 但鉴于他的性格, 要想知道破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概也只能直接看看他的过去。 深不知道陈薛姐是怎么说服多尼格尔的。 你说, 如果训死, 是必须真心诚意地想要死亡? 那破气, 会不会是必须不断攻击别人之类的? 只有不停给自己树立敌人, 才能一直维持树的力量。 不然, 他又怎么会一直追着我们不放, 而且一点道理都不讲。 嗯,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 虽然在愚蠢这一层面上很合理, 但又在合理这一层面上很愚蠢。 不过, 话说回来, 刚才他们似乎提到了, 琥珀街大恐慌。 如果我没记错, 当时松阙是不是也在场? 你知道些什么吗? 啊? 咱呀? 这都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咱也没那么好的记性呀。 对了, 灯姐呢? 不是说那边那个一百年前的, 就是今天和咱们过过招的那个灯姐。 她应该也一起进到这里来了才对吧? 嗯, 或许, 她正在四处寻找我们。 这么说来, 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吧, 万一根丢了就不好了。 道理确实是这样了。 唉, 希望咱们这次运气好些, 不要再像之前那样, 又在这匣子当中被卷进什么奇怪的危险里。 这些灯, 我们在这里牺牲了这么多人手吗? 嗯, 那你知道他们因何而死吗? 因为他们明白, 即便是已经无望的局势, 他们也必须做些什么? 恰恰相反, 是有其他人认为这些人的命可以用来做些什么? 我就直说了吧, 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对抗黎恶实相, 而是以灯的名义围攻一个凡人。 顺带一提, 我们出动的人手是全部。 他还活着。 嗯, 但不用多管闲事了。 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位, 但他身上残留着树的气息。 我是说, 他死不了, 我们不必停下来再帮他一把。 事实上, 你比我更不适合做这一行, 对吧? 虽说, 目睹这些残灯和目睹自己同伴的尸首无异, 感到恐惧也是理所应当, 但既然我们是灯的人, 这反倒并不应该。 用不着你提醒。 你之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围攻一个凡人? 简单来说, 在今晚的琥珀街, 有一个人正准备以他非凡的天资, 彻底降服黎恶实相。 据说, 他的作为将会让影子如同电于火一般, 完全成为人类的工具。 听起来离谱至极, 但灯相信他的确能够做到。 所以今天, 他们向那个人发起了一场突袭, 意在将所有成果拒为己有。 对抗影子的组织, 决定将影子剧为己有。 别装傻了, 莎夫莱, 你一直都清楚的, 灯的一切研究都来源于影子, 但与此同时, 一个组织的声誉, 也往往取决于他的敌手。 或许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 灯, 就已经不能再离开 离恶石像这种灾难了。 没错, 不是为了消除灾害, 甚至不是为了抢夺彻底控制影子的手段。 我们接到的命令, 是将那个人赶尽杀绝, 换言之, 助纣为虐, 让影子能继续以灾害的面貌存续下去。 你明白吧, 恐惧, 它最初, 也最根本的用途, 在于统治。 毕竟被人畏惧, 事实上, 远比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 我们经常听说因爱生恨, 却很少见证因切生勇, 也因此, 我想带你看看这个地方, 看看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来确保某种灾难, 不会就此消去。 好了, 就到这里吧。 前面, 已经不是我有胆量涉足的地方了。 今天的事, 没人知道灯能否成功, 但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差池。 我们的各种研究, 你也非常熟悉了, 而对方无论多么聪明, 终究只是人生。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却受到了全员出动的命令。 那么这个目标究竟有多么怪异, 你应当可想而知。 我不想受到什么牵连, 所以在此之前, 没有告诉任何人真相。 我编出各种理由, 想让他们直男而退, 不要因为那悲哀的真相而白白送死。 但你, 如果我不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就没有任何机会加以阻止。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病人, 怪异的病人, 你自己难道从来没有注意过吗? 一些, 你在执行任务时的习惯, 毫无必要的激进决策, 毫无意义的穷追猛打, 在果断的表象下, 是一颗急躁的内心。 这很正常, 在登这种特殊的地方工作, 这些都是必要的品质, 我必须得做些什么。 可因为这句话, 坚持此地, 才会死这么多人。 但也因为这句话, 我在即将叛逃之前, 会出于羡慕, 试着救你一把。 羡慕? 我? 羡慕你的怪异, 羡慕你的避病。 我说过, 自己拥有具体的敌人, 离恶识相也好, 灯本身也罢。 事实上, 当我知晓今天的任务之后, 我也同样想着, 自己必须得做些什么。 但我很快就发现, 自己选定的敌人, 根本无从战胜。 如你所见, 我现在已经放弃了。 当你不同, 在产生对抗之心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自己要对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你只知道, 利用自己有限的才能, 哪怕只是多做那么一点点, 事情就有可能转向更好的方向。 所以, 你也就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 直到你也成为那些惨当中的一战。 你走在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莎弗莱, 你等同于将整个世界视为敌手, 想存在着的一切, 无差别宣战。 但, 直到你描述的那种未来成真之前, 也没人能知道我是对是错吧。 还是说, 仅仅因为我们和掌控灯的那些人比起来微不足道, 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你不会再觉得一手一脚, 一点一滴能起到它的作用, 而觉得真正的改变, 非得避其功于一意不可。 很遗憾。 是的, 对一个不能改变些什么的人而言, 既希望与他人创造奇迹, 反倒实际一些。 我已经说的太多了, 结果恐怕很快就要出来。 无论它最终是什么样子, 我继续待下去都很危险。 所以, 现在你怎么想? 我必须做些什么? 意料之中, 那, 祝你好运。 好。 我还以为作为同僚, 也会像那种烂俗的巨木一样, 为了保住我的性命, 强行把我带走呢? 首先, 我即使打不过你, 其次, 我也不想亲手杀死你。 一定要去做些什么, 哪怕自始至终都没有目的。 那的确是你生活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 放任你自寻死路, 似乎才算尊重你的人格。 所以, 告辞。 奇怪, 在离开之前, 你就不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你, 究竟是哪位? 直说了吧, 你大概是见过真正的斯卡德, 所以模仿的微妙微笑。 不如说这种模仿相似到了, 就像刚才那样, 散开心扉的对话。 在不久之前, 刚刚发生过一次。 他曾经被人连接心灵, 因此暴露了自己内心所有的真实想法。 所以, 刚才所有的一切, 包括这一系列任务的目的, 我早就行之动明。 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再重复一次。 不如说, 从一开始, 我就只是想从你这里套取某些价值罢了。 哦? 明知真相, 却还是来到了这里吗? 我说过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也罢, 就和我所有的失败一样。 我, 总归逃不过一句, 摆命一书啊。 那么, 虽然我们在此相见并非巧合, 但您也和他们一样, 是为杀死在下而来吗? 这... 师父! 这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 你可别打断他们。 无必经意, 眼下的一切, 不再是刚才那般出于我手的厌恶, 否则, 我至少会把自己修饰得更为得体。 那些都, 你... 不错。 在下, 即使你所心知肚明的那一界人生, 很不幸, 灯已经不复存在了。 无论怀抱着怎样的目的, 此地终究只有失败。 无论是他们的, 又或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答案, 我毕竟是灯的意愿, 我并不介意成为这些灯的其中之一。 我原以为你是来阻止这一切的, 如你所说的那般, 我们不应该避其功于一意。 因为仅仅凭借人生,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种事。 既然你有能力伪装成斯卡德, 那当然也能伪装出组织全灭的假象, 即使。 即使我的确有可能, 完全降服了离恶石像。 所以, 你做到了吗? 没有, 我失败了, 败得惨不忍睹, 与那些真正站在最高处, 曾经切实摆弄过历史的人不同。 出于某种自负, 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 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绝对不会犯错的神灵, 意气会不会有所不同? 难道你想成为一位神吗? 倒也没有自负到那种程度, 只是想创造一位神而已。 理所当然, 我失败了, 但, 尽管比起我曾看见的事物, 可以称得上微不足道, 让灯清潮而动的成果, 却也并非空谈。 影子将不再是一种灾害了吗? 为了避免自己的组织鸟进攻藏, 他们来到这里, 但最终的结果, 是和自己的敌手一同被彻底埋葬了? 并不尽然, 不如说, 我失守为这个世界, 创造了一个必将到来的末日, 而我如今所得到的回赠, 只是经受这种惩罚后所获得的, 回不足道的宽慰。 在你并不知晓的情况下, 我赠予了你一件礼物, 当然, 坚持此地, 你并非是唯一一个获得它的人, 人有其名, 假以时日, 他们从影中得到的异禀, 将会因这份赠礼而非比寻常, 他们将行走的道路, 将让他们成为尽死人中之神的存在, 也会让他们, 在我亲手创造的末日到来时, 成为宛如救命稻草一般的, 应对手段。 这里应该说, 我们才更确切。 你想多了, 我和你刚刚杀死的这些人, 并没有什么不同。 恐怕并非如此, 如同那位想要训死的凶犯, 如同你曾亲自领略过的结合。 以天下为之龙, 你我都在去中, 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 我们并非初次见面。 正因方才所提及的弊病, 又或是, 我还尚未提及的笨拙。 所以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此刻的交谈, 并非出于你的力量。 比如, 尽管在格斗能力上, 你要强于那位名为斯卡德的同伴, 但在对付影的本事上, 你却远远逊色于对方。 管得倒快。 确实, 毕竟我不经你的同意, 就已经为你定制了那份礼物。 得到了他的你, 自此之后, 便能将离恶时向全无拘束地作为自身的力量, 以最适合于你的面貌。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 那倒也正常, 说来惭愧。 我并未能参透这种礼物的起源, 仅仅只能仿制他的厌恶。 但这倒也无伤大雅, 毕竟, 即使我直观地提起星之环这一称呼, 恐怕你也只会越发困惑吧。 星之环? 星之环? 按照他的意思, 那甚至还是他自己仿制的星之环。 世界之大, 还真是无奇不有。 听这意思, 你们听说过那东西不成? 可只听说过, 算了, 一时半会儿也确实很难解释清楚。 但按之架势来看, 这种仿制品, 难道就是兽用来操纵影子的缰绳? 这样判断还为时尚早, 或许在他展现出自己作为术的能力之后, 我们才能…… 啊, 怎么了? 仔细想来, 在之前的交锋里, 他总是能追上我们, 对吧? 是这样没错。 所以呢, 此时此刻, 他也的确和我们身处同一个空间, 对吧? 所以, 他有可能, 到现在还既没有找到我们, 也没有找到另一个他自己吗? 不会吧, 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也许我们看到的, 根本就是残缺不全的数据, 就像我们之前也扮演过其中的角色, 而正站在那边的, 就是真正的灯。 嗯, 虽然只是一种猜测, 但, 也许他从进入这里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 没时间了, 我们现在就在打乱他的如意算盘, 不然幻境中的他, 也要和外面的他一样强大了, 诶? 这, 还真是突然就…… 不对劲, 这些怪物, 似乎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 猜错了什么吗?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 我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 你所认定的手段, 会让这份赠礼无法为你带来任何输意, 它反而将永世成为你的负累。 哼, 这样反倒, 更合我意。 现在才意识到, 不觉得为时已晚吗? 如猜想中一般, 你们的确在寻找我的破绽, 结果却只见到了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是否听清了松阙那位师父的总监, 不过, 我倒是愿意将它再强调一遍, 所谓星之环, 对那时的我来说, 它只会把那些影子中诞生的灾意, 源源不断地送到我的身边, 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 是否能在这幻境拿到星之环, 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没错, 我的力量虽与它有关, 却只在魔力的角度上有效。 所以, 您为迫弃的非数之数。 在此之前, 你只是在使用人身和道具的力量与我们交少, 你的确得到了树的能力, 但它唯一的作用, 其实是, 永远为你提供敌人, 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切实有效地做些什么。 通过变成行走的灾星, 你成为了每分每秒, 都在铲除威胁的卫士。 这。 灯姐, 原来这才是你那么强的原因? 因为将自己的战斗技能从那时起, 整整磨砺了一百年吗? 仔细想来, 我是没对你讲过各种原委, 一个人的声誉取决于他的敌手, 只可惜此时此刻, 倒也无法顺势而为了。 还没意识到吗? 倘若按照你们自己的计划, 现在, 你们应该已经被那些影子彻底淹没了吧? 但很可惜, 这终究只是一段记忆, 不能复现当时的全景。 在我看来, 你们的实力, 与这些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威胁并无区别。 如果你们还打算与我较量, 那么请明白, 一个人的破绽, 有时, 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既然这些怪物已然成为过去, 那么现在, 就由你们代替那些无敬的对手。 要我来做点什么吧? 准备好守护, 锁定无误。 实际正好,打把时间 别混神了,别客气,惊喜来了 别跑,不断打 我来告知 锁定目标 被关穿了 锁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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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目标